透過影片 我覺得也是跟你說啦 就是 我不是一個會 過度安慰人的人 我相信你嫁給我的時候 你就知道我不是這樣的人 我會開玩笑 但我也是會難過 你這樣很困難 影片空難 你今天在醫院 那個醫生說沒有心跳的時候 你當下是 暴哭嗎 就流淚 傻眼 那有時候為什麼要嚇壞 要做什麼 人做什麼 只是要隱藏 沒有講話 那今天拍這個影片其實 你說有什麼意義我不知道 但 一家人最後的相處 可以這樣說嗎 我覺得蠻好的啊 那 透過影片 我覺得也是跟你說啦 就是 我不是一個 會 過度安慰人的人 我相信你嫁給我的時候 你就知道我不是這樣的人 我會開玩笑 但我也是會難過 你現在很困難 一片空難 你今天在醫院那個醫生說沒有心跳的時候 你當下是 爆哭嗎 就流淚 傻眼 那也是為什麼要嚇壞 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可能做什麼 就是要欣賞 沒有 沒有 很大了 很大了 現在小朋友已經 二十 對 不要二十七週了對不對 對 七分鐘 不要二十七週了 我 其實我 一直都 不明白 為什麼是我 我不知道 就是現在看影片的你們 有沒有人有這樣的狀況 希望你們都不要碰到 因為 這感覺真的是非常的 糟 然後 你甚至還不認識他 他就離開了 這一次是我老婆第二次 算流產 第一次的時候比較小 大概 不到三個月 不到三個月的時候 對 都不到 對 那個時候有發生過一次 那那個 那個就比較 難過難過 但就是比較沒有這麼有感情 但這一次真的是 我們從一開始的驚訝 到後來的接受 到後來的開心 到現在的不幸 全部都體驗過了 我們算不算是白髮人 送黑髮人 不算 你以為我沒有同意 總之明天要去做 陰暗手術 其實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也面對 聽說過程的生小孩 一樣 對 女生是這樣說的 今天就是 醫生已經幫他在這個身體裡面 放了這個 海綿棒 還是海綿體 海藻 海藻棒 不是海綿體 不是 然後 明天就 做影響 然後 整件事情 唯一一個好處 唯一一件好事 就是 其實 我們沒有這麼富裕可以養這個孩子 沒有辦法給他最好 當然會給他愛 只是 也許他 想要含著井湯吃廚師吧 那 我們就多賺一點錢 跟有錢的時候 再讓他當個富二代 那明天的 呃 明天的行程是 明天中午以前去醫院 然後就 確定做手術 那 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一起祝福 我老婆他可以平安的做完這個手術 因為 這是一個不小的手術 那 我也會 把欠你的月子餐 讓你吃完 好不好 因為其實 這就跟生小孩一樣 也是需要做月子的 呃 沒有很多人碰到這個狀況 那我覺得透過這個影片 記錄一下 也順便 傳達一下這個 正確的資訊 就是如果說 真的有遇到 或是身邊的人 想要知道 可以怎麼解決 怎麼處理的時候 我們就用 呃 親身的體驗告訴大家 好嗎 那明天 再看看 有時間我們再把這個 所有東西記錄下來 那 希望我們可以就是 趕快度過這個危機 這個 低潮 好不好 之後 等你老公 稍微有點能力了 好不好 我們再 再試一次 好不好 那到時候你要穿 性感水衣 一定要我一下 因為我怕我不會忍 你會怕我不會忍嗎 不會啊 你會啊 他的心裡有隱隱 真的很怕耶 因為明天要看到 小朋友出來 然後其實今天我做了很多功課 我剛剛從台北開下來 因為我們下 我現在在台中 開下來的時候我沿路 錯誤實反大家不要學 擋空綠燈的時候 我一直在看那個 一些資訊 因為我想知道我現在 會面對什麼事情 就查到了這個 所謂的小天使 就是 所有陰產的 老產的 這些嬰兒的 這個 大體 然後怎麼處理 看了很多了 所以接下來可能會有很多的 東西要跟大家分享 那透過這個影片 其實也不是要 調侃我們的人生啊 是我們難過的時候 還是要 找一個出口 這影片可以是一個抒發 那我也希望就是這個 我人生的功課 我可以就是 從這裡面我學到了什麼 我得到了什麼 我改變了什麼 小孩不會無緣無故 爬來找你啊 對啊 他都決定來了 又決定不來了 那肯定是有什麼原因嘛 對不對 但我覺得 每個人來這個世界上 都有他的目的啦 他決定 突然不來了 我相信有他的目的 他應該就是想要來逼婚的 逼我跟你結婚 他做到了 至少他做到了一件事情 好不好 對啊 那接下來的 東西我們就 一起 面對 好不好 可以嗎 剛剛我還跟那個 肚子裡的小朋友說話 雖然說他已經沒有心跳 但我一直叫他起床 不過他最喜歡的那個 湯湖 因為之前只要播湯湖湖這首音樂 他就會 有強烈的抬動 第一次上鏡頭 你現在只擔心 你長得好不好看 對 很醜 你再醜我還是愛你 這段不會剪進去 哈哈哈 現在就是 只能等待 很煎熬 因為現在在中午 要等到明天早上 才有辦法出門 所以 我也不知道 等一下我們會有什麼狀況 以前我們這個時候都在追劇啊 就是追劇 然後打發時間 看電視吃飯打洞洞 但今天這個幾個小時 我不知道要怎麼等 我不可能這個時候還在玩玩戶遊戲 或者是看YT吧 可以嗎 嗯 你有新鮮玩就玩啦 轉移主意也可以 我 挺會轉移主意的 對啊 沒事啊 你老公我 會 好好聽 好不好 盡量不偷吃 喂 是不會偷吃 好啦 順便再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我老婆 這是我的女兒 好啦 有沒有話要跟女兒說 沒有 比照起來一定是媽媽比較難過啦 因為她24小時都沒得到 甜蜜的負擔 說真的啦 因為這個時間 我對這個孕婦也是挺好的 幫她搬動 搬重物 幫她倒垃圾 讓她休息耍廢 但從今天開心呢 妳要開心自己倒垃圾 自己搬重物 好嗎 然後那個工作趕快去找她 繼續上班 賺錢養妳老公 好不好 笑死了 今天是我絕對是影片的第一單 我們今天做完你才說是 如果她身體狀況還行的時候 我們再來錄一下 所有流程我們都會把它記錄下來 好好的跟女兒做個再見 好吧 嘿嘿 謝謝 主張 中文字幕移民 東